早上经过鸡肉当 卖鸡肉的小哥硬筛给我一袋鸡胸肉 他说鸡胸肉没有用 问我能不能帮忙宣传一下 这么好的食材 今天来分享一个非常好吃的鸡胸肉做法 现在把鸡胸肉清洗干净 把鸡胸肉切成条 再切成小块 切好放往里来腌制 加一点薄盐 少许酱油 蒸饰 一点蚝油 黑胡椒粉 点点五香粉 给它抓棒均匀 腌制入味 香 腌制入味后 加一点生粉 打一层薄薄的生粉 让每一块鸡肉都裹上生粉 把它分开 这样就可以了 油温烧到五层热 转小火 鸡胸肉一块块夹下去 防止粘连 三个薄薄 烤的大衣服 全部下完再转大火 放动一下锅 等它定型后再轻轻的去推一下 把鸡胸肉炸熟 炸熟之后它会收缩 把它捞起来 再复炸一下 让表面更加酥脆 第一遍炸熟 第二遍炸脆 炸30秒就可以把它炸出来 炸出来 炸鸡蛋白胡椒粉 锅内留少许油 下咸蛋黄 锅内不能开太快 慢慢把它炒散 炒散后把鸡肉烧进去 葱花 快速翻炒均匀 再加一点点白胡椒粉 翻炒均匀 即可出锅 金沙鸡肉 鸡胸肉这样子说 比那个某的鸡 还有香 而且做法也特别的简单 如果家里有小孩 一定要试试 好香啊 煮的太小了吧 卖家们啊 我要请点准备好了 我要讲 要看 要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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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